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老师 昨天回去有把一东运 一段二段三段都练一遍的请举手 不错今天人数多了 我明天再问就全部要举手了 先把它背手 我们上课前 你把一东运的三段练一遍给我听 天对地 雨对风 闪失 天对地 雨对风 慢慢说雪乐 雨风 第二段 河对汉 闪失 河对汉 雨对风 雨波对雷风 烟楼对雪洞 月电对天宫 云爱带日同盟 落季对雨棚 过天新事件 突破月如宫 一旅客逢梅子雨 磁亭仁意藕花风 毛电春 鲁云 鲁云 岛桥路上 青霜锁到马行中 第三段 山对海 闪失 山对海 画对松 四月对山宫 宫花对静柳 赛苑对江龙 青薯殿 管寒宫 石翠对提红 庄舟梦画蝶 女望赵飞雄 北友当风 亭下散 蓝莲铺日沈东风 鹤舞楼头 玉笛弄缠仙子月 凤翔台上 紫霄吹断美人风 就这样 每天就这样练习 来 我们今天继续 把昨天我准备的额外讲义拿出来 昨天讲到的王世珍 我们说明代的后期的 后妻子之一的领袖王世珍 他在小时候的一些表现 他所看到的家乡的这些人 他替了一个攀魁鞋 他自己也是小时候也蛮聪明的 我们慢慢地看下去 下面这一位说起来是 乡下小孩 叫做杨继胜 他的脊子就是杨中敏脊 你看到这个敏 敏就是同情 所以你就知道他其实是运道 尤其是收尾的人生是很悲的 所以非常令人同情 因为他所在的时代 正好是延松专政 各位知道明代有几个 刘锦 严松这些 在像东长西长 搞得这世代副搞得文人都 这个慌慌然的 可是杨继胜毕竟是个应景的人 他的 他是明英宗时代的 所写的 所写的杨中敏脊是他的脊子 然后他是 弹劾了严松 然后被逝世 如果你现在到北京去 有些城隍庙所拜的 人家把奉为北京的城隍爷 就是拜杨继胜 对对对北京 你到北京去 他在有个城隍 在寄奉的那个人 不是我们一般的 有时候就是杨继胜 杨继胜 杨继胜 然后你看他的脸谱 他在写 这是他自己写的脸谱 说几岁 怎么样几岁 我是把他劫略了 连八岁的时候 他就夏天去牧牛 有时候是住在长远 有时候住在瓜谱 你看有时候在瓜谱下 有时候在稻田里 然后到了他这个村庄的 私属里头 看到每个书生 能够在每个学生 生徒的小孩子 能够在那边 尽一荣之美 很有礼数的受教养 然后迎额之身 他非常喜欢那种场景 然后也想要读书 结果他哥哥说 你年纪那么小 你读什么书啊 他说我年纪 能够牧牛 难道我就不能读书吗 换句话说 我牛都可以放了 这个读书对我来讲 应该是没问题才对 因为他务隆的人家 需要他帮一点 小孩子 这个村中儿女各担家 对不对 童孙未解共争之 也帮上阴邪重瓜 小孩子也有小孩子 该做的事 所以他哥哥 不必也不必 结果他就去告诉他父亲 说我想学习 很多时候啊 在乌龙的人家 我们在花点长大就清楚 你想要读书 有那个发愿心 你告诉你的父母 只要家境稍微OK 不是那么样的 这个龙芒 基本上会非常的支持你去读书 所以他跟爸爸讲了 然后他就到师叔去了 你看看后面一句 寿书四五过即承颂 老师叫他读几遍 他就自己能够 然后这个课堂上上完了 放学之后 他就去学牧牛寺 这个对你们来讲 大概都不可思议 我们在花莲 我的舅舅 我的外祖父 一共有十个小孩 所以我有六个舅舅 我有三个阿姨 我妈妈是最小的 然后三个阿姨 在乡下 她会觉得说 女孩子把不是生产人口 就送给人家 所以三个阿姨 都不在父母身边 你是多吃饭的 不能出劳力 只有妈妈最小 大概还不能工作 只有她读书 所以每天 你就看到舅舅他们 那些表哥他们 每天在做什么 也不容易 为了一口饭吃 早年尤其是 以电农的身份 在台湾跟着有机田政策之后 那些电农 才能够分到一些土地 所以真的是 看读到这个 每一次就想到 自己在华莲长 虽然我很庆幸 我是生长在 父亲在小学教书 妈妈也在小学教书 我是几个兄弟 十个兄弟姐妹里头 只有她读书 我妈妈也嫁给一个读书人 所以我们是很幸运的 从小就是读书的家庭 可是那些表哥表兄弟 真是 然后我们就跟着后面 我们也在木桶归去 横流背 短地无腔 信口吹 表哥他们做你 我们上一做一下 我们也放羊 这个你 一个公务人员家庭 你要养几四个小孩 然后一个妹妹 我们有五个兄弟 很难的非常辛苦 那时候是薪水 薪台币只有四百块 所以我们家里也放羊 也养鸭 也自己 所以小时候很多事情 农村的事情 我们都会 所以看了这个记载 就心有栖栖焉 我常常在讲 现在学生大概叫鲨鸟记 我们叫土鸡 你不可想象说农村是怎么过活的 但是我告诉各位 你要去了解 因为毕竟很多的文学 你现在看到的 不管是十三经 不管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诗词 所描述的 都是农业社会 它的背景是农业社会 不是现在的工业社会 科技社会 你读诗经 读到了七月 读到七月那些 记载的那些生活 典地读到这些写的事情 如果你能够去 用现代的文明 去了解 借由书本的认识 或是偶尔到农村去了解 真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他们怎么样 日出云田夜鸡麻 那种生活 了解一遍 你的生活经验有了 你读这些东西 就非常的亲切 就不会不革 我们说文学 有时候革与不革 你就会不革 如果不知道了 你就自己从书本的经验去读 所以你看看 读书以后 就要帮忙牧牛寺 然后到了冬十月 我们讲说 春更下云 秋收冬场 冬天了 一切都东西摆下来 该米啊 该绞的 或是该踢 该跳的都完成了以后 从诗熟一 然后又再去学习 各位那时候 不是像现在 我们现在新学制 读一读 挺一挺 帮忙 荣物忙忙 要就去读 你看这样的一个生活 到了十岁 从书 从书师学 就正式的到了师俗 去跟老师学 对聚则善 好厉害 老师教 他对聚就做得很好 有一天 客人来了 孤语馆 然后老师就出了对子 他说在这边 想要在我们学堂里头 吃吃饭 这个老师就出了对子 说五九是穷主 很抱歉 我们有时候自己消遣 寒夜客来茶当酒 你到我家也没酒 我就茶当酒 来接待你 他说很抱歉 你来我这边 我是寒酸的师俗老师 五九是穷主 他马上就对了 有儿为名臣 你看看 我这边培养的小孩 以后恐怕都进将相之城 这些客人非常的探赏 然后父母由此钟爱之 然后他父亲从此以后 就非常的喜欢 所以学校学的东西 到家里运用 爸爸看到小孩子 能够这样 然后那句话 而树母亦稍稍敬移 这句话我本来不列了 但是我还是列下去 各位在古代的社会 一个人娶了三妻四妾 那个环境的结构 为了床中接待 你娶了一个妻子 他不能没有男孩子 必须要第二位怎么如何 我们现在科技的时代就知道 有时候不能生小孩 不见得是女生的事情 可是现在不是这样 熬一切的最后 你这个不能 所以他家里 他爸爸正式进门的 他的亲母亲 一个庶母 就是这个庶母 进门的才叫母 另外一个妾 那个妾是把他们闹得蛮惨的 结果他爸爸只好 把家产分成三等份 妾到那里归过去 他跟他亲生母亲是最弱势 他的庶母的权威反而比较强 那个出来场面 不管做什么 那个庶母 本来对这个小孩 因为看他妈妈也老实 欺负得好厉害 结果没想到看到这个小孩 进入学读书之后 还能够这样子 他这个庶母 对他的印象慢慢改观 所以各位 我们以前讲一句 说你在家 你听父出嫁你重复 抱歉 我说古代的社会 然后也说过一句话 其以父而归 然后呢 然后呢 你的母以子为归 你小孩出头了 父母的光彩就来了 所以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环境不同 我们看下去 13岁 有一天老师出去了 同学做布阵乡战之事 各位知道 这都难免嘛 小孩子调皮脑蛋 不像我们这边都非常规矩 老师不在的 大家就该七妈打仗 我们现在这样讲 这老师来的 大家都躲起来 生怕被老师责备 老师就全部把他叫出来 跪着 出对子说 这当然 都是那个场域 当下出的一个对子 长行逆影 你们看到我来 每个人都把行影都藏起来 长行逆影 平平遮遮 他说对成者先起 谁先对了 谁就免贵站起来 结果他就说了 显性扬明 哎呀呀呀 各位显性这这扬明平平 你看啊 动词名词 动词名词 长动词 行是名词 逆是动词 隐是 非常对 词性对 然后 那个平遮也对 结果这个 杨继生就对了 显性扬明 我以后一定让你 所以我们常讲啊 后处转经 老师的可谓就是 最没有 相处之间 最没有隔阂的 父子亲情之外 就是师徒之亲 我们当然都希望 父亲希望有人 克少基求 我们希望 一搏相成 我们都希望这样 所以你能够把老师的一切学 我们亲出于蓝 而胜于蓝 大家都听过 老师是不会嫉妒学生的 如果他 这个老师是一个 传统我们正常的老师 我刚刚这样讲啊 就是现在公立社会 有些老师 跟学生的关系 非常紧张 我非常的拖天之福 我跟我学生的关系 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说 你跟老师学习 老师的 无所与不与二三十者 是秋也 孔子说过 各位在我身边学习 我把我所知道的 告诉各位 没有隐藏 这就是我孔秋 我们老夫子说过的话 我们也是这种胸襟 我希望同学们也是这样 所以老师听到 是绝对 你对得好 对得好 不但说 他不避愧 我想还称赞了要命 致死相爱之圣 教育做文之法 对计会了 我这个小孩子有天分 我开始教育 我们积聚成章 积至成俱 积聚成章 我开始让你做文 好 这是我们讲明代 他自己写 这位牧童 慢慢地进入私塾 然后光摇门楣 这是十岁的时候 他告诉你十三岁 他能够对得不错 进入私塾里头 开始 也是从对聚入手 我们再看明代的张志纯 他的来源望路 这个张志纯是1457到1538 他也是近世出身 很奇怪 只有那个杨继胜 我这边写了个1516到1555 不必跟你讲他活的连带 这有时候助理在打字的时候 突然加了这个 其他人他不加 都要慢慢补这样子 我们讲说一致性的话 每个人活的时代 应该让你知道一下 他在什么时代 张志纯是1457到1538 明代的人 好 我们来看看 他记的是什么 金格老 西崖 李公子 这个怎么念知道吗 我们昨天讲的一个人是谁 李西崖是谁 李东阳 格老 称他格老 就是宰相的位阶 我跟你讲 文人还能够辅助行政 真是难得 现在我们的格老 姓李 李格老尊敬 就是西崖李 把字号放前面 姓氏放后面 李东阳的公子叫做赵仙 迎明有意 我第十跟第十一 是要告诉你 难免有些学童 在小时候调皮捣蛋 他对的有趣 但是不见得是雅的对句 我们也被记载下来 好玩的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所谓的 like mother like daughter like father like son 会不会是 这么样的必然结果 爸爸是宰相 是格老 小孩子非常的聪明 而不是举业 各位 这小孩很有个性 照道讲你书生人家 如果你没有走上科举之路 好像一切的公民就没有了 可是他就对这个 就没兴趣 这就好像说 对于初考高考 我们在内地这样讲 正规的教育 要让你这样 升学的道路你不走 各位 在一个 大家都这样的环境里头 你要做一个特别的决定 非常的困难 好 我们看下去这小孩 而且每天就像 狭游于虚像 因为他是宰相之子 他当然家里有那个环境 每天就到处游侠玩乐 通常你看到 狭游与趋向 就好像到歌馆楼台 去听听音乐 去每天漫游的过日 这样子 结果这个爸爸知道了 非常的难过 也不知道该怎么来 来起悟他 于是他就在 他书屋的墙壁上 找不到人了 整天小孩就往外跑 他说你今日冬界 明日西街 科长尽了 秀才秀才 各位你知道 三个考试中 秀才是最基础的 儿子啊 你最齐嘛 这个秀才你也要吧 给我考一下吧 秀才举人近视 我们是这样 古代考秀才 不会太困难 各位 你只要把世俗堵熟了 如果我们以宋明以后啊 下一次我会特别 有一个单元 会跟你讲科举 他出一个题目 学而不识则王 识而不学则待 出了 你知道说这是谁说的 然后破题上就说 出自于论语 什么人说 你大概就会及格了 如果你一破题就错了 那你就出去了 你看下去 爸爸就告诉他 请问 一个宰相 这个有些东西啊 就好像佛印 跟苏东坡的故事啊 你就把它当作故事就好了 你要去考证 是不是事实 常常有时候 不见得如此 我不敢说完全没有 佛教希望 借着苏东坡的名气 来传他的佛道 然后这个 这个苏东坡也希望 这个借着儒者 去认识佛教 所以双方面都会 有一些 跟佛印的故事 这个要说起来 我又可以说一天 太多了 你就会听听苏东坡 我们也会上到 他因为有苏东坡的 那些作品 被引到利用对于你的 我们有空也会谈一下 所以你就 我是很怀疑这样的记载了 这个因为是张志纯 是别人记的嘛 你说这个 以这个李东阳的水准 出一个今日东阶 明日西阶 科长尽了 秀才秀才 除非他儿子真的很笨 看不懂 所以写得那么俗 他也说考试快到了 你要注意 秀才秀才 你读点书吧 至少可以秀才 你看这个儿子 这个他的儿子 这个赵仙看到了 而别提余下 在爸爸的 那个所提的文字 再提了一下 今日黑风 明日黄风 调和顶奈 相公相公 你知道为什么说这个话呀 当时自然现象 非常的怪异 各位知道明代 本来我们现在是讲嘛 有时候就是 风跟水的 集合 天后的变化 然后就产生了一些东西 台风也好 或是龙卷风 都天有异象 不见得都是 可是你 知识没到达那个层次 我们就好想会认为说 人是怎么做 所以老天如何如何 常常会这样来说 好了你看看 今天挂了一阵黑风 明天挂了一个黄风 你就要飞杀走死 你看那一阵子 正好气候有变化 调和顶奈 各位调和顶奈 是哪个人才 才可能调和顶奈 绝对是宰相 顶跟奈 都是主东西的 气趣 是大的 绝对不是小的 一个国家 这个道德经里头讲 说 治大国若喷小鲜 我不晓得你们 对这一句话是怎么想 你不要以为 喷小鲜容易 小鲜绝对不会煮一样 小鲜就像虾米 什么小鱼 什么的 你要做个小鲜 是各种料理都来 所以喷小鲜不容易 你各方面 你都要周到 有人还以为说 那像旧行族很容易 每个人对文字的理解 不太一样 我相信老子是不会那么草率的说 自立一个国家 一个大的国家 这边有意见 那边有意见 就像小鲜架在一起 你做事的人 你该怎么样怎么样 应该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有这个意象 他说 爸爸呀 你是一个宰相 现在今天一个黑蜂蜜 那个黄蜂 天这个意象 这样子 是不是有些人该做的 没有做好啊 如何的 相公相公 宰相啊 宰相爷 宰相爷 你好好管你的事吧 你看看这个儿子反唇相机 到这个地步 这个记载啊 跟前面的几个记载 就点有点斜趣 知道吗 我们说有点斜趣的对句 你就姑且看字 好 所以那时候有多风之意 所以一时宣传都下 甚至于内侍俗夫亦能盗之 所以这父亲跟小孩的对句 道得大家都清楚 以前在台湾演艺出 那个布袋戏 叫史燕文 也常常搞对句 那有个叫做怪弄住 怪老人 就专门在对句 所以对句的运用 非常的广 我讲的 熟到了连布袋戏他都要 在演戏的时候 增加那个氛围 烘托那个剧情 都会要用的 所以不要小看 汉学的基础 这个对子 我们再看下面 也是一个好玩的句子 周集的 它是1446到1505 1446到1505 属于明代比较前级的 那么他的作品叫西虎二级 它是在成画时候的近视 他说看看 他写了一段故事 你看他这个题目 就是在嘲笑那个郡守没读书 你看他题目叫做于郡守 有没有看到 玉殿生存 这个单元 他西虎二级 有一个散文 有一个短记载 这个记载你单单看到 就是于郡守 这就有点像 台湾民间 有很多的那些民间的 俗话 这个民俗故事 有些傲怕事 没听过吗 常常就是这样 一群人来了 他也要学学 人家有学问的人 然后人家就嘲笑他 你不要看傲怕事 有时候他也会有聪明的时候 然后你嘲笑我 他有一天走到了 这个群体张东 他说这个 苍蝇爬红皮 我来变惊奇 各位 苍蝇常常在西瓜里头吃 有的没的 然后有人来 苍蝇就飞了 但你们常常嘲笑我 他要 Iron要奉饰过去 你看我一来 你们都哄堂大笑 你们就像苍蝇一样 就滚了起来 每个人就被他 打了一个巴掌 很多这样的故事 在民间 如果你要对民俗故事 我又可以讲一年 所以这两则 我是觉得说 哎呀 在民间 那么样的礼俗的也有 我们看下去说些什么 他说你看 你看这个 这个于俊手 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 人大志大手 这个书本 毕竟也读得下去 那时候知道 方会的对课 就是能够 对对子的课程 你到他对的是 怎么样的妙吗 李先生就说了 他说 老师出了一个对句说 一双 真艳 向南飞 那么这个俊手 就是谁呢 就是赵雄 各位看看 这个名字叫赵雄 我们这个于俊手 当时对的是什么 两只烧鹅朝北走 各位你一听就是好笑 这什么对句 各位做好 就像孔雀东南飞 对不对 有人就对了 说乌龟西北走 什么对句 知道孔雀东南飞 不是一个叙事诗吗 对不对 他很带有名的诗 你什么对个诗 你以为东南对西北 然后孔雀对乌龟 Ridiculous 好笑 就类似这样的有趣 好 你看看 老师出了一个题目叫 门泉绿水流浆去 各位你读文学的时候 或是听戏 特别注意一下 流浆去这样的字眼 那个浆都是住词 没有意思 就是流去 这等于是话这样说 所以这个老师 这个诗俗的老师 也是蛮熟的 但是熟的还可以读 门泉绿水流浆去 就门泉绿水这样流过去 今年是基年 我下一次会抄 跟基有关的对峻 我们在基年 最常练的大概就是 唐颖的功绩 头上宏观不用财 满身雪白走将来 平身不敢轻言语 一叫千门万户开 这个诗好不好 非常好 我这个永基的诗 就这一首我非常喜欢 你知道我为什么 要念这一首给你 它有一个僵制 这个公鸡 头上宏观不用财 他戴着帽子 古代的文观 古代的文人 上课是有文观的 武人有武辩 文人有文观 照道理就像戴着个官帽 我下礼拜带着个官帽来 开你玩笑 所以你看那个公鸡 哎呀你看熊鸡就气昂昂的 你看他有那个文人的气质 不必特别去裁剪给他 头上宏观不用财 满身雪白走向来 各位你知道是漂亮的吧 是个什么样的公鸡 白公鸡 白公鸡要漂亮 红红的机关 你看多么的凸显 走将来 看到这三个字的没有 将字在洞子的后面 我刚才讲有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 就是住词 走过来的意思 所以将不要刻意 无意义 就跟就这边的流将去一样 满身雪白走将来 好 后面就把精神 前面两句啊 写起来甚至数 可是后面两句 就是好 意在言外 这就好像 白日一山进 环河入海流 谁都会说 白日当然望着山下去 环河入海 还留在海边 你也会说 我也会说 但是后面那一语双观的 一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观雀楼的七层 如果你要看得更远 你就登高去 最高处 你就可以如何 固然是讲 登观雀楼的 实际有形的样子 但是无形的意义 欲求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这个都是 作诗 要能够流传 就有精彩的句子 哪怕你有一句精彩的句子 一首精彩的诗 历史上都会记着你 我们慢慢 其实你们 假设汉学这个过程要走 其实中国文学史 跟中国思想史 你们是必须要上的 如果在学校里头 其他的课程 专业看以后 你要怎么走 就整个文学的脉络 是怎么走的 从诗经 先秦时代 一直到明清 甚至于到民国 然后思想史 究竟是儒佛道 究竟是儒家是怎么演进 佛家是怎么一回事 道家怎么一回事 三教 我们在大学里头 都要修这两个 所谓的 在中文系 所谓的放宽视野的课程 但是我尊重 我们极乐诗 的这么的安排 先用蒙书 是没有错的基础 大学已经来不及了 就赶快 教其他的东西 但是我们就 从这边扎根 好 我们看下去 所以这个 刘江剧 我们看那个 姬的诗 你看 平生不敢轻严 平常静静的 然后一叫 前门望路开 我这公鸡只要一叫 上至天子 下至庶民 全部要起床 不能再赖床了 哎呀 这个熊啾啾气 昂昂的鸡 多有精神 所以鸡年的诗 写鸡的诗 我最喜欢这一首了 读过吗 你们 没有 我下次会写在讲义 刘江剧 你就记得以后 你像演戏的人说 把马鞭 拿江来 不是把江来 拿过来 不是以后 就是拿过来的意思 记得这个江子 结果你看我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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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太守就对了 说屋里青山 跳出来 哎呦 好吓人啊 还有这回事 他要学 宋代人的 两三排踏 宋青来 这个在宋代啊 王安石他们的诗 有时候真的有一字之妙 这个 常常是一个字 就让整句话 就很漂亮 比如说我们 一大早起来开门 他说两三 一开门见三 就很单纯啊 如果你这样叙述 这叫文章的句子 两三排踏送进来 说我一门开 好像青山帮我们开门 就把青色送到我的眼前 排踏 一个门里头 在一个达 到达的达 排踏 那个句子 就是很妙的一个 春风又绿江南岸 那个绿色的绿字 本来是一个颜色字 他把它当了一个动词 这都是精练的诗词的句子 会出现的 文章就不会这样断练 只有精练的语言 因为凭着押韵的关系 就会练字练句 文章不是说不必练 只是不必要练到这样 因为他必须把话说清楚 诗不是精练的语言 他说瞎他想学那个精练的语言 可是一看下去 屋里青山跳出来 这这平平 这这平平 这都对 那个跳出来 你觉得好玩不好玩 你是觉得非常的俗 不会让他排踏送亲来 不会那个样子 你不会觉得他是哑就对了 所以我讲过这是斜趣 他是开那个鱼俊手的一个玩笑 凡是左队 说这个俊手 小时候所对之歌大概都是这样 后来到了二十几岁 自知语辱 发奋公书 才发奋读书 人家都笑我这样 也渐渐通其一窍 后来赵雄也觉得有些异性发动 然后附了一些记忆 他自己也觉得说 我现在读了一些书 我如何这般 他也想到到临安来科举 各位临安当然就是现在的杭州 我们是讲兰宋的都城 从汴京移到了临安 就是现在的杭州来科举 你到一个集羽辱之人 略略写的两个字 知乎者也的 便要指望求取公民 场中复选十个人 笑挖了九个的嘴 各位这是通俗小说 通俗的文章记载的这些事 那我选这两个就告诉你说 对句也可以对得那么邪趣 如果你认为这是插科打混 就好像说戏子上在演戏的人 你不看那些主角 你就看那些翻筋斗的那些撇角 也可以了 只是赏戏的优雅不一样 各取所需 不过我们常常会讲 一出戏的成功 丑交是蛮关键的 你演得好就让这出戏 哑中有趣 演得不好就叫做粗俗 看戏还是一门学问 鲤就很会看戏 下次我再说 他告诉我们 我很会说我再说 因为后面很丰富 所以下次我再说 下次我再说 不知道累积了多少的下次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 再来看一个 第十二个 龟窗 讲到龟窗 你就不得不联想到顾炎武 我昨天说了 这个 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 王夫之顾炎武 还有谁啊 黄中西 对不对 各位跟顾炎武并称的 还有一个怪人 我讲怪人 就叫做龟窗 当时他们在江苏的昆山 顾炎武是崇童子 龟窗是个怪人 他就偏偏选在 府幕边去住 常常在报纸上登 有些政治人物写了 要讽刺人家 说这个 人和辽落 鬼何多 人和辽落 鬼何多 就是龟窗的句子 不过他很了不起 在那种专制时代 他对他太太 那首诗是这样写 他说 两人坐安乐之窝 安乐窝 安乐窝其实是 北宋少庸的 安乐窝 他引用了一下 所以我们两个人 两夫妻就在坟墓边 坐在一个安乐窝 七何聪明 夫何怪 我太太多么聪明 我多么的怪 你看对太太 可以称赞聪明 这个人也蛮有气度的 我所谓的他 行为非常的怪异 并不表示他没有学问 我说在那个 我们如果说 礼教的束缚之下 他有特别的举动的话 各位知道 孟母三千 其中有一个 就是因为太靠近坟墓 赶快牵你一下 免得每天都在学颂藏歌 然后你这样 我就偏偏要反其道 怎么样 挑战这礼教社会 所以这就是刻意为之 好 士林皆幽名之宅 幽名之宅 我的四周邻居 全部是幽名之宅 都是那些坟墓 人和寥落 鬼何多 各位这是在那个时代 不得自言 明目清楚 局势那么乱 我没有安身之处 你看看现在人和寥落 都是鬼 奉刺那个时代 没有几个好人 知道吧 这种诗 读一读知道他的记忆就好 但是 常常人家在纷乱的时代乱 常常会被人家来引用 各位 这就是龟庄 他活的年代是1613到1673 各位已经是在明末了 江苏昆山 所以我们在文学史上 常常有一句话 叫做1613到1673 龟其故怪 龟就是龟庄 龟庄是奇怪的人 顾炎武是奇怪的人 我如果讲 我如果告诉你说 龟庄是谁的后代 你一定会吓一跳啊 所以我说在乱里的时代 他做的是 故意做那些 非常的行为 还要抗 这样乱里的 而不是说他真的是 就是那么糊里糊涂 那些不入流 不是这样 你读他的作品 你读他的文章 很多都足以警示 行为是刻意跟时代对抗 他是龟有光的真顺 各位你读过龟有光的文章 我们称赞龟有光 60岁考上进士的 他觉得好老好老 古代进士如果很早考的 我下次会专门讲一个科举制度 给大家了解 因为你读古书 难免会碰到这些 如果你从进士要考试 明经很年轻就考上 进士通常你在四五十岁考的 反而是很正常的现象 当然龟有光考到60岁才上 也是蛮晚就是了 后来龟有光在中国的 在明代的散文上 他有一大特色 写日常琐碎的事情 表达了他的亲情 各位先笔事略 相局先制 知道龟有光 读过他龟有光的文章吗 他家里的索具的事情 在他写一写 我常常从这边过 然后过久了以后 连声音我都能够辨别如何 三五之约 明月半墙 三三可爱 都是他的文 让你学得非常的贴切 这是孙侯的琐事 我们讲说龙春的生涯规划 就是细生涯 闲座是细生涯 细细碎碎的 你看妇人家 今天一大早起来煮饭 然后怎么样 喂鸡 除草 打扫停除 一下子就黄昏到了 农村就是细生涯 锁锁碎碎 可是龟有光 就可以在这锁碎中的生活当中 把它写成了散文的特色 后来觉得好亲近 因为好庶民 大家都看得懂 所以他不会像科技的文章 那么拔骨 让人家只有觉得 有形式没有内容 如果有兴趣 龟有光的文章 我们在高中 在台湾的高中 都要选一些 像相局先制 先笔施列 都会写一些 一两篇文章 所以他是龟有光的真顺 真祖父是那么样的平淡敬人 他怎么做这怪现象 时代 身不逢死 故作怪 那么为什么叫做故怪 我刚才讲故言武是崇童子 我们在历代 有几个崇童子的人 你们知道吗 文的武的 你们知道哪几个伟人是崇童子 在没有信使的年代 就有一个人是崇童子 当然你当然也可以讲说 苍结 有人说他三个眼睛 我讲崇童子 我以前没看过 但是崇童子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你看人家画 我们童子每个人都只有一个 眼瞳 有些人在旁边还长了一个 顺 顺 在没有信使的时代 姚顺那个顺 他是崇童子 所以崇华崇华量 还有谁知道吗 项羽 崇童子 那个楚霸王不得了 人家一个童子 他两个溜子 这么污了一下 你一个眼珠转就吓死 他两个转了不得了 不过我一个朋友 他是旁边一个点 一个黑点 我问他 他说没有没有 我看都是一个童子 那个没有作用 不会说两个 所以我刚才开玩笑说 难怪他一幕十行 因为人家一幕两行 他可以一幕五行 他一幕十行 项羽崇童子 还有一个人叫李崇光 知道谁吗 如果项羽叫做楚霸王 是武将的话 还有一个文人 文人皇帝 你们蛮喜欢读他的 但是读的就非常的气愤 那么不争气 他的池 你非常喜欢 我们说池中之帝王 李崇光 李玉 李玉有没有 他是一个火 一个日 你看玉日正当中 他一个火好亮 他也是崇童子 李玉的长相也怪 所以你读到他词 就觉得好好同情他 不该站的位置 偏偏他去接了 但是你又很气 站在那个位置 你又少一根政治神经 蓝堂就这样亡掉了 要说李玉 我也可以说 一天 我们慢慢来 各位再下来就是谁 顾延武 各位几个崇童子里头 前面在非信使的时代 传说人物 顺崇童子 蛮正面的 楚霸王 你们肃软起敬 关于楚霸王 后来人怎么论他 我们后面 利用队云里头 也有人提到 我到时候再说 所以顾延武 请记得 他也是崇童子 顾延武的日之路 毫无问题 我昨天介绍了 所以你知道 就归状这个人 好 我们看 说徐旦宁 以话庭相之真身 徐旦宁 我说过了 话庭 你比较不知道了 这个话庭相 一看到这个相 就是宰相 话庭 当然我们现在来讲 就是现在的 松江湖 话庭县 松江湖 话庭县 就是现在在哪里呢 你知道看到松江 松江湖 话庭县 上海市 所以你的 你的籍贯在那边 我就用籍贯来称你 所以中国人的称呼 真是头痛的要命 你知道 像孔子 我们要讲孔子的学说 你当然说 诸世是学 因为有两条水 诸水是水 因为孔子家乡住的 所以一个地方有伟人 山水都争灰 你可以讲说 孔秋孔秋 有没有 为什么讲那个 就是泰山之下 我们变成了 鲁国所在地 鲁学 什么的框架 山可以来带子你 水可以来带子你 然后所在地 也可以带子你 所以话庭相 是徐阶 双人徐 你自己写 徐 那个阶梯的阶 他这个是用地名 所以我说要去 他的真孙就是徐旦宁 他的真祖父 话庭相 你看他的真祖父是宰相 不然他不会写相 我们的宰相是上海人 是话庭人 就叫话庭相 用地名加上了他的职称 这个如果没有读书经验 你单单考守这个人物 你头头痛 他叫徐阶 知道 双人徐 阶梯的阶 他是明世宗时代 1503到1583 这个徐阶 他是探花 各位 他的真孙 他的真祖父 不但是重敬事 还前三名 探花究竟怎么一回事 我下次讲科举制度 会一系列跟你们说好 虽然这个规装在祭的时候 你说这个人很齐 可是他对于该祭的 该有的 该避讳的 该尊敬人家的 用潜质用字 他写得很 很信心 这个 徐旦领以话庭相之真孙 为王文树公之孙旭 你看到头的听了没有 你看看 文树公 一定是他 过世之后朝廷给他的嗜好 他的名字他没写 是王文树公的孙旭 孙女旭 好 王文树公是谁 王席爵 金银铜铁席的席 爵士的爵 爵位的爵 会写吧 王席爵 所以你在读这个说 原来这样 所以说徐旦宁 他是徐阶的真孙 是王席爵的孙女婿 各位你看看 这个示范之家 大家门当户对 所以我的真孙就去娶你的 如何这般 然后你当然就知道 王席爵跟徐阶应该是同一辈的 王席爵是1534到1614 1534到1614 所以跟那个徐阶 大概是同一辈 烧完的人 好 继续看下去 要介绍这个人 要讲那么多 你看 他是宰相徐阶的真孙 是那个王席爵 文树公的孙女婿 然后是沟山太史之婿 我的天 沟山太史的女婿 孙女婿再下来就是女婿 他把他的辈分 把他的家事介绍得非常清楚 沟山太史是谁 王衡 我这个姓是王 你看沟山 我们三次会 这个是念沟 我现在是会介绍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沟山 现在是参与吹僧 僧 是一个音乐非常重要的 仙人传说在这个山 沟山太史是王衡 平衡的恒 平衡的恒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徐旦宁是真的是出身不凡 可是好可惜 出在明末清初 当清兵打下上海松江府的时候 没办法 他把西家带眷的就逃离了 把所有自己的家产全部散掉 赶快逃命要紧 满清入关 汉人要逃 所以他的曾孙 我刚才讲时代不一样 环境不给他 我们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任何职务 直到他善尽家才保命要紧 往南边逃 好 我这样介绍你就知道说 哦 不得了的一个身份 好 术不会 不太聪明 十一岁的时候 自王室贺 要到王室家里 去祝贺人家的事 那么他的老师就叫做陈梅公 又来了 陈梅公 你看 各位 陈梅公我如果讲他的真名 你就要注意他 陈梅公什么身份叫做真事 请记得 以后你看到真事两个字 我等待被人家征召的人 请问他现在是做官还是隐事 隐事非常好 所以陶渊明 人家爱写写陶渊明的事迹等等 也会写陶真事 他非常有闲才 各位知道我们古代的方式 除了考试之外 你也有举贤梁方正 你是贤梁 你是方正人 地方的大家都传说的 你的故事就推荐给朝廷 也有这样由地方推到中央的 所以那个真事就是 等待被人家征召的人 基本上就是隐事 从字面来 各位有没有听过 乡下如果你很有热心公义 非常奉献地方 尽瘁商职 我们常常会称这个人家叫什么 他没有公民 我们会称叫什么 园外 园外 各位你一看到园外 就是standby的人 知道 我在乡下 因为大家都尊重我 很可能你哪一天就要被 被朝廷征召过去 你就要被正式的一个缺 就要去占了 只是你现在还在standby而已 叫做园外 听过吧 园外 所以在讲 这是园外 这是园外 园外 地方的士生 还没有有公民的 就跟真事 就是隐事 懂得这个意思吧 古书 常看到你就要会 固冰人也 他是一个非常冰心 自解的人 陈梅宫就是 陈济儒 继承的济儒家的儒 你看看这个名字 他是在当下 是非常有名的 没有公民的文人 如果我讲一本书 大家大概就 原来是他有 好多明代的通俗小说 很多人都说是 陈济儒编的陈济儒 金骨奇观 知道吧 金骨奇观 你看看 假设是陈济儒编 金骨奇观 你知道金骨奇观的 最后一篇是什么吗 你们假如喜欢看 这个有趣的故事 金骨奇观 你可以拿来翻一翻 苏小妹 三男新郎 苏小妹跟秦冠 要结婚的时候 各位你想想看 一个地方上的隐士 一个熟识的老师 有学问 但是不走公民路 只这样的一个人 写了 假设金骨奇观 是他写的 为什么要塑造出 一个苏小妹 苏东坡 没有妹妹 苏东坡 只有一个姐姐 苏八娘 嫁给他的表兄 可是二十七八岁 就被刻薄 所以他姐姐 很早就过世 他有一个姐姐 苏八娘 他没有妹妹 没有叫苏小妹 金骨奇观 塑造出来的人物 那个苏小妹 非常厉害 你看秦冠 那么大文才 这个秦学士 要进归 洞房花族 要进门的时候 还要塑东坡 给他一拨 一石冲破 水底天 你才能够如何 听过吧 这个东西 金骨奇观 最后一篇 你只要想要看 Google一下 大概也有 不过你要看很久 很长 借书来看是最快的 请问为什么 他总认为 like brother like sister 有其兄 必有其妹 你只是没有给女子 受教育的机会 所以很多人对女子不平 一个所谓的俗师 一个民间的教书者 他也感觉到 所以到最后 清代有一个人 就特别招收女弟子 我就是要锻炼 把这个女生锻炼得好好的 他的门下就是女弟子一堆 什么人呢 圆梅 圆梅不是有随缘私话吗 他就说 他说你是不给女孩子机会 给他这个男子会心 冰金玉节 他们可以跟男孩子 PK的 现在这话PK的 你可以看看现在高校里头 好多的文学院的学生 几乎都是女生 男孩子的文才 不知道摆到哪里去 你会也许说理工如何 早年理工科 整个机械系 土木系 大概只有一个女生 知道吧 民国六十几年那时候 五六十年 现在不得了了 工科也会有一些女生 文科男生少 理科女生多 可见性相也许还是真有区别 女生适合人文 商业 男生戏 恐怕是这样 所以我说世界的结构 阴阳的结构 有些次序不能破坏 当然到最后特殊的才华 一样的时候 男孩子的才华 女孩子的才华 我想是顶端的一群 应该是OK的 但是普通的性相 还是会有区别 所以我们常常讲 中国人的讲求的太极 就是阴阳调和 我们不好 绝对一刀切 白就白 黑就黑 中国人不适合这个个性 至少中国社会也不适合 好 这时候你们心理学 或是性相学 你们再去研究 我跟你介绍陈继如 让你有印象 好了 这个人正好偏偏 作为宰相真孙的老师 然后他就问了 这个文术公就问了 当时大概还不是他的孙女婿 他说请问 徐郎已能下笔作文佛 恐怕大家都知道 这个宰相的真孙 恐怕大家都知道 有这个男孩子 然后大家要门当户对 请问那个徐公子 能不能作文了呀 这个老师说实话 未也 所以他家教的时候 不求肃静 不及举业为事 不马上让他去考科举 因为科举的时候 各位很累 就好像你现在要考 高考初考那样 有个教科书这样读的滚挂烂熟 到最后变成考试机器一样 然后他也看出来 恐怕走科举的路 这个公子没办法 结果这个讲了 就算是他不科举的路 那然者必能作对 那至少对聚会做吧 各位 你就可以知道 对聚是一个common sense 知道我意思吗 我就告诉你说 不管你是亚队或是俗队 做队子几乎是 人家总觉得 你读过书就应该会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汉学院 科班的学生 如果人家就对着 你说我不会 我就叫你对 我不会你要对什么 知道吗 你不能说你不会 继续下去 这个很难为 因为老师 知深莫若失 老师知道他的能力 成固执其不能 他心里本来就很清楚 他没办法 但无以为辞 没办法推辞 对不对 你是老师吗 他这个跟你学了老半天 对着总会吧 这个从拒责的对去 结果熬不过 熬不过 这个文术公的要求 他说好吧 又但微微 是是是是 文术公就要考一下 就出了一个对着 君君臣臣 你看 这朝廷的官员 出的对着就不一样 这就比较像朝廷官员 你说我们这个李东阳 出那个对着 我就觉得不太像宰相 消遣他儿子而已 君君臣臣 照道理讲 这蛮清楚的对句 平平平平平 君君臣臣 他告诉你 君君臣臣的关系要有 许久之不能对 平良心讲 他也出得太熬了 荣耀对句是平平这这 他偏偏出了一个对着 平平平平 那个学生急着想破头 结果老师就在旁边 要打pass 陈宇竹略顿 他用脚这样顿一下 微微的暗示这个许 各位如果你要讲说 考场上这样暗示的太多了 苏东坡跟他的弟弟 苏彻跟苏氏 考智科考试的时候 出了一道题目 苏东坡一下子 顿在那边不能破题 然后他弟弟苏彻 因为哥哥的身体比较好 苏彻的身体比较弱 他从小身体就比较虚弱 结果苏彻用笔 不知道怎么敲 敲了两下子 我没有作弊 我只是敲敲一下 苏东坡终于懂了 假设我们在家里兄弟 我敲一下就是论语 敲两下就是梦子 我只要敲三下就是什么 这兄弟之间的秘密 我就不戳破了 我不知道 弟弟敲了一下 哥哥懂了 所以有时候 我们常常说 苏东坡 哎呀 这个做人 他是有什么 就看到不平 他就敏 苏氏这个个性 就非常静 冷静 不出口 一出口就能够中到要害 所以两个兄弟的个性 非常不一样 所以他爸爸 替这两兄弟写 写他们的姓名的时候 就断定 未来的发展 我记得是一个九岁 一个十二岁的时候 他有这个书寻 有一篇文章叫 命子说 他说苏氏 我昨天讲过 你说车情横赶 好不保留 大家都会看到你 我看你这个 不修饰的个性 会害你一辈子 被他爸爸一语成诚 讲对了 他说苏氏 是他后面车子走的轨迹 大家都乱车子跑了 谁在看那个轨道 谁在看车子走过的痕迹 我知道苏氏你 一辈子可以免于灾难 苏氏 苏氏 就是扁来扁去 扁黄州 还扁过海南岛 所有的文人最可悲 唐仲巴大家 扁到海外只有他 苏东坡到了海南岛 海南岛 在那个宋代 就出了几个进士 一个学者到一个地方 文风就开始来了 所以我们常常讲 一夫当官 万夫莫敌 那是讲武武将 我们讲 一个人可以新邦 一个人可以上邦 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方 所有的人都是 备受风气感染 我们只有一个人 到了金门来 在宋代 什么人到过金门 知道吗 所以金门有个祠堂 叫做朱熙祠堂 朱熙到过金门 不要忘 朱熙有人说 安徽人 屋元人 但是行政区域划分 他最后 朱熙当时交蒙生的地方 我都去走过一趟 他怎么走 从他的 纪念堂 每天从他的家 怎么走到呢 学堂去教书 去我要走 紫阳书院 后来就在五一三下 所以五一三变成了 综合世界遗产 就是他可以有人文的 有自然的 所以人文的 就是因为紫阳书院 在那边 朱熙的儒教 在那边宣化 所以扁官 要看看 这个老师站在那边 没办法 看他们愣在那边 微微的 看下面 讲了一下 看下面 结果那时候 正好一只猫 这只猫是什么 整身是白的 然后是尾巴是黑的 老师的意思是要告诉你说 上面是均均沉沉 你是往下对 你就负负直直 各位 这陈济如有没有学问 我刚才讲 均均沉沉 平平平平 这不是正常的对句 这出得非常的奇特 陈济如说 负负直直 这这这这 有没有看到 平这都过去了 就对句来讲 是蛮工整 人伦对人伦 我们中国人喜欢 把这个政治 跟人伦结合的 比如说你称 皇上叫做君父 底下的臣子 就叫做臣子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是人伦 跟政治权力 常常会结合在一起 伦常 他是国君 就好像我们的父亲 不管他怎么样 他是地位的象征 讲到这个我就想到 我的老师背的 孔德成先生 他是孔子 七十二代的子孙 那么你知道 我们台南有孔庙 这是孔先生自己讲的 讲给我的老师听 我的老师转述给我们听 他说他刚到台湾的孔庙 哇 所有那些老先生 都跪着跟他跪拜 那时候他只有四十几岁 六七十岁老先生跪着 这个孔先生受不了啊 他就非常礼貌地就跑 七千上去 要把他扶起来 老先生非常正式地告诉他 孔先生 你不能有这个动作 请你优雅地让我们崇敬 因为我崇敬的 不是你这个有形的 我崇敬的是 至圣仙师的儒道 所以以后孔先生走在前面 你要知道 在中华民国 他特别官位叫奉侍官 有人朝他跪拜 他就很自然让他跪拜 因为他不是跪拜你这个形体 他是尊重你这个儒学 知道吗 这个理述有时候 中国的理述要讲 所以我说应用文是一本学问 这要讲又要讲一学期 所以你知道 君君臣臣为什么都会父父子子 因为君父臣子 人伦加政治权利就加在一起 有些时候又把佛道权利又要加进来 各位知道道君皇上宋徽宗就是这样 我不但是人世上的君父 我还要是道教之主 所以我们称他道君皇帝 道教加国君 所以你假如说道君皇帝就是宋徽宗 很有意思 常常希望说市面上流行的一切 做国君的人就长有 这个心态当然是可以 但是你可以知道说底下的层子 要塑造的形象要这样来 结果这个徐 这个徐旦里没办法 就率然对约 学里脱腔 各位不但是凭这没对 因为腔是瓶身 你就知道真是很顺 你会觉得学里脱腔是什么 他不解释你还看不懂 盖猫之唇白 而尾巴黑着 俗位之学里脱腔 你看看他不但是我讲过 应该是瓶瓶瓶瓶 你应该对这这这这才对 学里脱腔变成这这这瓶 那个托它是入身字 这这这瓶 瓶这也没对 意思对得莫名其妙 人家是名词名词名词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当作名词动词 君要像一个国君 臣要像一个臣子 知道吗 君君臣臣 不见得四个都是名词 在无论法上结构 做国君的要像国君 做臣子要像臣 做父亲要像父亲 做儿子要像儿子 知道吗 第二个字就有动词 所以这个 因为当时这个猫正好蹲在那个机下 结果这个 徐大林误看下面之一 是有词语 至今传为四邻笑话 所以各位 我说类似这样的对句 我是也选几个让你笑一笑 最后我们来综合看一个所谓的对句教育 应该是怎么样 我特别列的找了第十三者的资料 所以我说我要上这门课 我是很费心帮你找这些资料 各位 我非常赞成第十三者这个人的记载 我们看下去 明代的李什么 徐 这个人什么意思吧 这个徐 你看他的结构 说话谦卑还是自大 叫做徐 自许为什么什么 有没有 你的语言像羽毛一样 1506年到1593年 1506到1593 大概是中晚明 他的戒安老人的曼比里头 他有一个篇章叫做财不足品 我昨天也提到 圆美说一句话说 私有别财 不关学业 有时候这个财情对一个人来讲 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 我只能说 有的财情 你有没有下功夫 学 学习的功夫没有 这个财情对你来讲 Amen是无效的 我们先把这段话看完 我再告诉你 在宋代有人就写过类似的文章 他说乡先辈 各位如果你知道日本话 也有先辈的话 先败就是这个字 日本人如果你是我的前辈 他就用先辈 所以你知道看到 我的乡里有个前辈 古堂王俱斋格 会不会练俱斋 应该就是他的什么 格就是我归归去隔着正也 所以我如临深渊 所以我住的地方就叫做俱斋 戒胜恐惧 就是王格 他是家境五年的禁士 家境五年 所以他也是一个禁士 好了 所以有一天 这个王敬士 就跟着他的儿子 新 所以他的儿子也单名 叫做王新 跟他侄子 叫相 王相 跟我们古代是蛮注重辈分 如果家里有一些 家里有脸谱的话 很早都会把你定下来 哪一代叫什么 哪一代叫什么 所以同样姓章 你中间这个字 怎么都一样都一样 像我两岸通了以后 我看到我福建的家谱 我们是以修齐治平这样排的 所以我这一辈应该是修治辈 所以我应该取名字的时候 父亲假如知道家谱 我的姓氏会加个修 王修勇 所以既然 祖谱知道了 叫做修齐治平 所以我的儿子都叫齐治辈 修齐治平 我就把祖谱把它串一下 不知道就算了 我不知道你们家庭里头 有没有排备份的字眼 你们的名字 因为我看都模模糊糊了 你们的字眼有排备份的吗 你的名字有排备份的 请举手 你的中间的字 没有 你的是不是齐 你中间看到一个 很柔成一团的字 齐 你那个齐是备份吗 不是 OK 不管不管 常常会有这样 你看两个字 你看这一代 连侄子被对 就表示上一代 下一代都是两个字 好了 一个是儿子 一个是侄子 立于门 望见 故三生 这个 生涉烟起 就看到了圆圆的 那个山 那么寺庙 有吹烟 这样那么生起 睡乎子子 适于对与约 把这个儿子跟子子 全部叫过来 然后他就出了一个对句 你可以看看 这个王阁出的对句 蛮美的 这个断句怎么练呢 对了 各位这是两个对句 两个句子的对句 你要稍微顿 三管 茶烟 豆 这这 平平 第一个字不论 飞入白云 天雨 各位 我下一次就会告诉你 我们马上就要讲对联 如果你的上句的第一句 叫做三管 茶烟 是平生 你的收尾 就要这身收尾 飞入白云 天雨 有没有看到那个 义 我们有个 俗语叫 平起 这收 同样的道理 如果一个对联 这样相对的 你要这起平收 上半去 我们讲对联 面对的门的右边 那个要这身 所以你下半去 就要这起平收 他前面是平起这收 你要对他 就是要这起平收 知道 这个基本概念 这个题目 出的蛮好的 三管 茶烟 飞入白云 天雨 他的儿子 马上就定了 说西亭 争处 乱敲 明月 杂秋生 美极了 三管茶烟 我就对西亭 争处 各位 平平 这这 他第三个字不论 生 是平生 本来上面是 这这平平 本来就是要对 平平这这 他第三不论 前面是第一个字不论 非常好 看到人家 吸水流过 在庭院中洗澡 洗衣服 抱歉 珍楚 那个洗衣服 知道珍楚吧 那个有时候在水锅旁边 摆了一个木头 然后你来 垂洗衣服 我小时候都是这样洗 我们花莲都这样 那个中央山脉的水流下来 我们就一个构曲 然后天天在那边洗 孔子讲过 无少也见故多鄙事 无少也见故多鄙事 我一样 什么事都做 好了 子子一下就对出来 然后乱敲明月 砸秋生 正好是秋 秋天 然后那个秋风一刮 当当当当 然后配合着珍楚之声 哎呀 就是整个气氛 弥漫了秋天的味道 真是很美的雨镜 就像刚刚那个茶馆烟起 天才的白云这样 缥缥 然后一点雨这样 朦胧之美 跟朦胧之声搭配 情境非常的贴切 真是好对子 结果没想到这个王兴啊 他的儿子 构思终日 不能对 这父亲当然非常的火大 这爸爸也未免太厉害了 怒而踏之 好痛啊 生气的打 这个踏就打 真的 木棍恐怕下来了 垂楚 假楚二物 还记得啊 我们昨天讲假楚 打在身上 各位如果按照你这样看 哪个以后有出息啊 我们前面记载的那些人都说了 对不对 小时候对剧对了如何啊 你看就过到大观啊 你看那不对的 对的莫名其妙的 你看就是lowlow啊 俊首就愚笨愚笨的啊 那个就没有公民了 我们不是这样说吗 我刚刚说了 财情啊 有时候是天生啊 是没有错 你后天的学习不来啊 我告诉你 你这个财情变成了累赘 甚至于变成了无用 一个天才就变庸才 我这边先停下 让你想两件事情 在近代什么人 在下雪的日子 也把那些子女们找在一起说 来给我看看 大雪纷纷何所事 有没有跟这个 所以有时候 老师带你去交游记的 是要训练你对聚的时候 你要小心 把家里那些 所谓的儿子侄子都找在一起 今天过年啊 你看外头鞭炮这样 如何这般出个对聚 就开始看财情 谢安有没有这样做过 大雪纷纷何所事 什么人对得最好 谢道运 女生啊 她怎么对 下雪你会对什么 下雪雪花你会是什么 谢道运 傻眼空中 插壳笔 盐巴傻在空中 一下子就被雪矮矮的一片 好不好这个对子 她直指男孩子对这个 差劲 未若柳絮阴风起 谢道运 对了 未若柳絮阴风起 一个傻眼空中 太雾实了 盐巴傻在空中 毫无趣味 知道 白雪纷纷就像柳絮阴风飞去 白茫茫一片 多雅 所以女生的才情 有时候不见得比男孩子差 可惜他没有出头的机会 宋代有个人叫做王安石 王安石有一篇文章 早年在高中课本里头都会选 叫做伤众勇 感伤的伤 伯仲淑的众 永远的勇 伤众勇 这个天才儿童叫做方仲勇 姓方 方仲勇 他看了王安石替他赶伤 所以他有一篇文章叫伤众勇 这个方仲勇他是 金西人 就是我们现在 江西金西 江西的金西 江西人 各位知道王安石就是江西人 我们知道在宋代很有名的师派 叫做江西师派 江西人的天下 如果你追求源头 他的文风 有人说是冯元寺 五代时候冯元寺带起来的 因为冯元寺 曾经当过蓝堂时候的宰相 后来被外放的时候放到江西 江西的文风就带了起来 欧阳修江西人 王安石江西人 燕书江西人 按照辈分燕书最早江西 欧阳修王安石都是江西人 所以他们江西这个 金西这个地方 有个天才儿童叫做方仲勇 所以刚开始都看这个 蛮憨厚的不怎么样 突然有一天跟爸爸说 我要读书 爸爸就让他读 基本上 没想到自己拿了书之后 就能够背 就能够如何 马上就能够出口背诗 还能够应该如何 他爸爸让我说 好了不起哦 各位天下父母心都一样 看你们在那边学一天 就好像我们在大学教三十天 一点都不夸张 我看了一个报告 真的非常感动 对你们学习的态度 兢兢业业 对待 太多 然后一想说前面 这十几年都那么辛苦 一次大解脱之后 好像书本都白开了 他说现在大陆 非常有这种现象 我说我们台湾也走这个路 所以有时候不晓得 说一个大学 大家都上这门课 如果你因为静下心来 然后把一切先隔开 专心的在求学阶段 往上爬 那些顶尖人物 就究竟属于谁 天下究竟属于谁 就看谁能够耐得住 性质在求学的过程中 心无旁骛 很多的出头都是这样 外国是小孩子 让他玩了 让他有个见识 让他有个气度 让他有个胆识 一进入大学之后 开始了 我知觉的知道 求知对我的重要性 自动自发开始读书了 所以你看好多的 不管化学比赛 奥林匹克什么竞赛 什么竞赛 数学化学 什么竞赛 高中之前 有东方学生 拿的太多的荣誉 可是进入大学之后 这些天才都慢慢的 销声匿迹了 Why 学习的太多 所以他后面 讲的那个段句 我们先把王安石讲完 所以你回去看看 这种对天才的敬言 对天才的观察 好多人都已经琢磨了 不必等到李徐的这篇文章 所以他爸爸就到处带着 又一看到乡长 就你看我小孩子会赌 你看你叫他被白日一三千 他春江花月月 没有一个做父母的 对于这三四岁 能够这样子做 没有说不称赞不高兴的 我的小孩 因为在我家里头 这样的环境影响之下 三岁四岁 你现在在李白的枪敬酒 什么春江花月月 那么长篇 他都能够跟着我一样 这样子朗朗送口 不是背而已 都能迎送 君不见黄和之 下一次我也迎送给你们听 我是翻译成国语了 其实我的闽南人 都有闽南话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天才的结局 所以到了最后 这晚安时 第一次到了 又好称赞 过了不久 这小孩子还停留在那个地方 不学 他爸爸以为说 这边炫耀 那边炫耀的结果 一直停留 让他充分炫耀 结果别人的小孩 都一直在进步的 他想还是这样 还是白日一三 进黄河入海流 也没有被其他诗了 也没有再去看视野了 等到第三次见面 跟一般人一样 庸庸庸庸了 没有什么长进 各位你去读王安史 记载他们家乡江西的一个天才儿童 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结局 结果被爸爸大说不成才的这个王兴 结果中了正德乙筹进士 正德年间是12年 这个乙筹是正德12年 1517年 1517 各位我们昨天讲明代的皇上 明英中的两个年号 所以有时候这个年号这个事 你就回去自己去查一下 究竟是哪个皇上什么字代 这大概是明代偏早期 这中 就是西元是1517年 中了进士 结果他的侄子很聪明 他不是不对剧吗 爸爸还打他吗 结果人家考上进士 各位 他后也许父亲对他的 体力 让他知道说 鞭打的痛楚 让他不得不按部就班 好好的学习 他就努力向上 那位天才儿童对得满美的那个侄子 以诸身困顿足 只不过停留在一般的太学生 这样的身份 就是没有公民 只是一个学生的身份 才子不足以官人如此 请记得这句话 才子不足以官人如此 一个才华 我们固然看到了很多的记载 都是小时候怎么样 大了以后就怎么样 你不要忘了 四说心语 老早有一句话告诉我们 孔荣的故事 小时寥寥 大未必加 对不对 孔荣仿佛了他的前辈 这个小时候 他的马上应答的反应 有那么好的小孩 听过这句话吗 小时寥寥 大未必加 所以他这个 这个倒是说得蛮客观 那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否定天才 我们也不否定你的才华 但是你后天的学习 有没有让你push 有没有继续往前推 这才是重要的关键 你不推 你就停止在那个地方 因为天才是跟大家来比较的 也许在这 所谓的凡儿当中 你当时就是天才 可是等到人家的凡人 经过努力 接近天才的时候 你反而在下降 你这个财分 对你来讲 终究是imman 没有用的 好 我们的第一个补充 就到这边 下面的单元 我就会讲对联 然后对联讲完以后 我们就切入 这个对运 好 下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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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